歡迎收看 電玩宅祝沛 自從海上還願受到玩家的喜愛之後 之類探討台灣本土故事 與民俗文化的遊戲熱潮 如同野火燎原一般 接下來宅祝沛要介紹的這一款 《打鬼》 一樣是來自於台灣的遊戲獨立團隊 這遊戲的題材也非常的特殊 居然是官將手文化 是不是讓人非常的期待呢 《打鬼》是由台灣獨立遊戲團隊 開發的第三人稱動作冒險遊戲 改編自真人真事 講述一位被宮廟收留的孤兒 無意間聽到自己的聲勢 於是在大半夜瞞著宮廟 踏上尋青的奇幻之旅 玩家將化身台灣民俗慶典的官將手 使用嚴謹拷拒的髮器 招式 來對付陰間立鬼 揭露故事真相 在氣氛絕佳的鬼城武裝自己 一路茁壯 從躲避鬼怪成長到能與之抗衡 挖掘鬼城被埋藏的過去 與故事中震撼人性的真相 打鬼時空背景設定於台灣早期年代 藉由遊戲呈現人文精神 歷史背景與台灣文化 考劇內容包括台灣名出建築 宮廟鎮頭 遊戲角色外型與腔調 讓玩家體驗飽滿的台灣 特有風格與元素 打鬼預定10月5日在Steam上市 開發團隊也預告2020年初 將推出第三人稱網路即時對戰模式 玩家將分別扮演 善用法劇與正法扶鬼的官將手 與因魂不散 擁有各種凶殘鬼法的利鬼 在台灣各個知名鬼屋中 鬥法鬥志業鬥膽 這麼台的遊戲 絕對要支持一波啦 統統買起來囉